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是我越南老婆,玉全 我老婆名字真的很好听 她老抱怨我说名字不好听 我说这个玉全很好听的名字 今天给大家拍这个视频是干嘛呢 最近有很多人私信我 说想来越南找老婆 也有在越南的很多一些博主啊 一些这个主播来这种倡导啊 我觉得特别不好 都说越南找老婆是多么多么的容易 来倡导这些事情 让很多单身的咱们一些中国小伙子 独自一个人去踏上越南找老婆之路 其实啊哪有那么容易 我告诉你们来越南找老婆 这个没有亲戚朋友说人带你来 千万不要来 来这里只有踩坑 只有踩坑 只有踩坑 老婆 你觉得现在很多 一些小伙子来 独自一个人到这里找老婆 玩好找吗 没有 没有 你想他找他找不到 那个 那个 还有个人的男子 找不到 那你再骗 那你再骗 哎 你可以独自一个人来越南找老婆 越南多么多么的好找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情况 啊 这个咱们 倡导 咱们不要去被人家骗 尤其是在越南就是 这个 独自一个人来的 啊 千万不能被人家骗 我们不 不介意大家独自一个人来越南找老婆 尤其是 到越南 就是 呃 不要相信 我家阿宝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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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到越南 不要相信 给你找老婆 会讲中文的越南人 啊 就是 会讲中文的越南人 说我给你找老婆 那么 就容易被人家骗 老婆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 我们 不去创造这些事情 啊 并不是 为了一些流量 为了一些这个 没有必要的 然后倡导 然后那很多这些 单身 咱们中国的小伙子 独自一个人 来到越南 去找老婆 这样的话 最容易踩坑了 老铁门 千万记住 要有亲戚朋友 熟人带你来 那还好 所以说 哎呀 阿宝你干嘛 阿宝 我家阿宝 调皮那天到晚 所以说 你独自一个人来 那么 踩坑的几率 是非常大的 啊 我叫阿宝你干嘛 啊 我们不去创造这些事情 给大家那个 这个传递正能量 啊 传递正能量 千万别 相信 好罗上 啊 为了这个 一些流量 出了很多人 因为最近 我也发现了 很多在越南 这个一些博主 一些 这个 主播 啊 然后就在直播间 去创造这些事情 当成都这些 但是像我的 独自一个人 来到越南 然后去招老婆 最后 猪乱打水一场空 所以说 咱们不去上岛 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这期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啊 拜拜 拜拜